第一百五十七集 连带着小腹都酸了起来 整个人软成一潭春水 脑中一片浑浑噩噩 自从第一次之后 赵一楼已经有数月 没有雨水之欢 那次不仅宋吹受了伤 他也不好受 思物痛得厉害 只被那紧着一裹 就失手了 也未曾尝得许多欲远 他半赏不得要领 眼看忍耐逼近极点 体内乱窜的浴火 令他机遇发狂 手下触到那处软嫩 又不得不逼自己 小心翼翼 正在他心急之时 忽而触到软滑的液体 他下意识地寻取 指头轻轻地陷入进去 义务入侵 宋吹将着身子 找回了一些意识 他记得上回不是这处啊 心中觉得奇怪 然而那里传来的空虚 渴求 让他未曾言语 可痛 赵一楼负在他耳边 轻眼询问 宋吹摇了摇头 找对了地方 赵一楼立即抽手 将自己的思物 抵了上去 这一回 却艰难了许多倍 折腾了半上 再进去了一点点 赵一楼再与往前往 却闻宋吹一闷哼一声 他顿下动作 前头分明是极致的诱惑 可是抬头看见他促起的眉心 一时进退两进 只能轻轻磨蹭 俯身去亲他 宋吹一抬头 看见他匪红的脸 眸中似蒙上一层雾气 羞眉微醋 极为享受 又带了几分痛苦的神情 心底一软 伸手 摟住他的脖子 低声呢喃 刚刚不适应 你慢慢来 送出一手附上他的眼睛 一手 勾着他的脖颈 细碎地吻着他的唇 仿如魔咒一般 赵一楼已经挨到边缘 听闻此言 便顺着迫不及待的底上 所有美好的感觉 都乍然消失 撕裂似的疼 让宋吹从迷乱中 全然清醒过来 可是即便很疼 却让他感觉到 两人之间血脉相容的亲密 是上一次 所完全没有的感觉 所以他并未叫停 剧毒脚肠的痛 他尚能够不哼一声 眼下又算什么 赵一楼觉得 似有什么东西 阻读了去路 郑宇停下询问 身下的人 就微微向下动了动 强烈的快感 陡然涌遍全身 他断式欲念冲头 浑身无处宣泄的力量 恰用于此 下面猛的一顶 整个没入 极致的包裹 让他脊椎发麻 几乎要喷薄而出 赵一楼抬手 便要拨开附在他眼上的手 他却用吐息的声音说道 莫动 屋内安静下来 簇中的喘息声显得分外清晰 在短暂的安静中 宋初一觉得 丝痛渐渐退去 他感觉到身体里 含着一个滚烫坚硬的东西 原来的酸软感觉 又重新袭来 账满又空虚 突如其来的极致美好 让赵一楼兴奋至极 可是身体的每一处 都告诉他 不够 还不够 他再也控制不住 本能地动了起来 每一次欢愉 抢过一次 又是他的动作 越来越狂妄 丝痛再次淹没美好 宋初一受笑的身子 随着赵一楼的动作起伏 宋初一的额头上 布满了汗水 苍白的脸色 随着越来越顺畅的动作 又泛上一抹红韵 床榻之上的春菠色紧被堆底 压白绸衣散乱扑于身下 青丝长长 缠绕婉言 一声声轻盈喘息 将此尽的一切 染得暧昧 窗外西风 卷起纷纷洒洒的鹅毛大雪 轻轻拍击窗帘 灯笼中的火光 剧烈跳远 挤欲熄灭 屋内火炉里 偶尔发出轻微的琵琶声 被床榻枝压眼去 宋初一眉心深重 那处不但疼痛 还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痛苦中掺杂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愉悦 就在狂风暴雨的席卷之中 坚硬地一下下 顶着最空虚的地方 她觉得那里越来越脏 感觉到了一个极点 令她整个人都想蜷缩起来 宋初一眼前 一片白黄黄 脑中嗡嗡梦梦梦 意识已然不清楚 拂着她眼睛的手 缓缓落下 就在她小腹紧促的时候 赵雨楼嘀吼一声 梦得动了几下 喷洒而出 麻麻的感觉 从尾锥 蔓延到整个脊柱 她身体虚弱地 浮倒在她的身上 缓了片刻 赵雨楼才惊觉 身下的人没有动静 连忙起身唤道 怀尽 怀尽 宋初一恍惚听见声音 无力地哼哼两声 算作应答 赵雨楼感觉 她呼吸均匀 才略略放下心来 扯了自己的衣物穿上 却看见衣角处 一片鲜红绽开 犹如海棠 她立刻分开 送出一修长的腿 去查看她那里 是否受伤 她视力极佳 纵然光线不好 却能瞧见她下面 白静静的 四周被方才 撞击得成粉红色 花心也泛着艳红 似乎见不着伤痕 这时她看着看着 呼吸又粗重起来 刚刚软下去的分身 又迅速挺立 赵雨楼暗自懊恼 起身披上外袍 用被褥将宋初一卷起 抱着她去了浴房 家里有一眼温泉 便有这个好处 无论何时 都有热水可用 外面大雪漫漫 冰冷的空气 把宋初一 从半昏迷的状态中激醒 她睁眼 瞧见一片白矮矮 深吸了一口气 照一楼垂眸看她 眼中满是担忧 可疼吗 宋初一看了她一眼 把半张脸埋在被子里 感觉了一下 嗯 那处还是火辣辣的疼 但比起上回 撕心裂肺的大半个月 可真是好得没边了 不疼 宋初一话音一落 两人顿时陷入沉默 半上 赵一楼痴痴地笑了起来 她也知道 上次入的不是这个地方 而两次感觉天差地别 纵使宋初一依旧很疼 也明显觉得不同 那上次是 说错地方了 她平生投一回大酒 干咳了一声 嗯 马有尸体吗 越描越黑 赵一楼难得逮着个机会 嘲笑她 哪有放过的道理 你就嘴上唬人有一套 手艺比寻常人还不如 上回险些把我弄残 伤口可以愈合 那玩意要是着弯 可就掰不直了 时过境迁 赵一楼才敢将此事 拿出来当笑话术 当真 宋初一瞪大眼睛 赵一楼恩了一下 心道 好生歉疚一下吧 啊 我瞧着挺结实 还以为是金歌同姐 原来是土桃物件啊 赵一楼俊脸幽暗 紧紧顾着她咬牙说道 宋怀姐 你信不信我现在把你扔出去 小心干 你舍不得啊 赵一楼冷哼 若不是刚刚欢愉过 谁说她舍不得 反正 反正外面雪那么厚 还有两床被褥 也摔不疼 到了预防前 赵一楼单手挟着她 挑了廊下一只灯笼 进了屋子 取了外照 将灯一一的点燃 你先洗 我回去找衣物 赵一楼将她放在榻上 带我到浴池旁 我总不能拖着被褥过去啊 光着身子 我会羞涩的 宋初一懒洋洋的说 赵一楼无语 默默卷起被褥 把她抱了过去 脚朝浴池啊 低点 赵一楼不知道 她要做什么 但一眼照办 松点 宋初一扭了扭身子 从背筒里 慢慢往下滑 但脚踩到 浴池里的尸节 整个人从背筒里掉落 直接坐了下去 赵一楼看得 窗目结舌 如此奇他的想法 如此高难度的动作 啊 宋初一踩到池子底 靠在池边 闭目养神 你不是要去拿衣物吗 把被褥披上吧 省得着凉 赵一楼心中微暖 原来是要挪被子 给她用了 宋初一听见离开的脚步声 才悄悄地张开眼睛 下间门关好 连忙抬手 揉了揉脸 唉 老娘哎 我居然害臊了 这可是两辈子夹起来 头一臊啊 就连小时候 大师兄第一次带她去 偷看别人欢好 她都不曾脸红心跳过 后来看得多了 更是麻木 都不知小大师兄 天天偷看那玩意儿 图个啥 温泉水冒着屡屡热气 送出一脸颊肺红 眼睛晃悠的 全是方才床榻上的一幕幕 赵一楼带着情欲的瑰丽眉眼 布满汗水的壮硕躯体 难耐的轻盈 还有她自己身体里 陌生的悸动 和夹在在疼痛中的欢愉 他们不是第一次赤裸相对了 可她是第一次 真真切切地觉得害臊 赵一楼取了衣物返回 看见送出一把鼻子以下 全沉在水里 闭眸似乎在小气 脸上不知是因为热 还是什么缘故 如染烟霞 她一边解开衣物 一边走近 见她丝毫没有反应 便双臂撑在池边 轻声唤倒 怀姐 送出一的睫毛颤了颤 睁开眼睛 进来啊 话音一段 赵一楼竖得红了脸 送出一呼吸一呛 鼻子进了水 她欲挣扎站起来 却脚底一滑 居然整个人 没入温泉里 赵一楼一惊 衣物也未来得及脱 便跳进水里 将她捞了起来 咳咳咳咳 怎么这么不小心 赵一楼轻斥 伸手轻拍她的背 朱长欢愉 此刻 这隔着一层 薄薄的愁 紧紧一微 气氛莫名的 就暧昧起来 牙白的袍 浮在水面上 衣角上的出叶之血 若红莲盛放 两人沾水的青丝 贴在脸颊上 总肩颈 蜿蜒垂落在胸前身后 在水中阴开 泼墨一般 不分彼此 华姐 赵一楼垂头 亲吻她的唇 夜地的滑紧杖 慢半遮 她愁一退下 浮于水面 一日清晨 宋初一醒来 便瞧见赵一楼 靠在踏檐 手里握着一卷竹简 看得入神 宋初一打了个喝简 唉 怎么想起来看馆子了 你怎么知道 赵一楼看了看 分明没有露书名 宋初一闭眼 含糊地说 富国之存也 邻国有焉 国之王也 邻国有焉 邻国有事 邻国得焉 邻国有事 邻国王也 天下有事 则治王立也 国威 则圣人之矣 不是管子霸言吗 这正是赵一楼 在看的霸言篇 他低头仔细看了看 原来从宋初一的方向 能看见天下有事 则治王立也 国威 则圣人之矣 这两句话 你都能背下来 又是能背得更多 现在 倒不如从前了 当年在阳城时 城主用他谋事的时候 并不多 所以他大部分时间 都用来看书 酿酒了 他会背的 可不止管子 前些天 我说想看书 右丛相别让我看管子 我想听你说说 昨晚折腾的有些晚 宋初一又有了些睡意 但也没有扫他的兴致 为管中 武器被发作任意 他的学术可仔细研读 他的意思是说 倘若没有管中 我们都会劈头散发 左开衣巾 成为蛮人统治下的百姓 冬日先来无事 你与我讲学吧 赵一楼戳了戳他 无战士之时 军营里是轮值制 赵一楼隔两天 去一次军营 行 我得空 就与你讲学 你方才说的那段 我读的四五遍 却不太懂得 究竟要说些什么道理 赵一楼显然认为 现在就是他的闲暇时刻 那句话的意思是说 国家的存在 与邻国有关 国家的败亡 也与邻国有关 邻国有势 邻国可以有所得 邻国有势 邻国也可以有所失 天下有事变 总是对圣王有利 国家危待的时候 才显出圣人的明智 邦交 智慧 说的又岂止一个道理 宋初一爬了起来 睡意去了很多 譬如秦国 与魏照寒楚 这些相邻国家之间的关系 先不说其他 就单单说魏国吧 几十年前 魏国乃是中原霸主 那时秦国如何 彼时秦国濒临王国 朝政腐朽不堪 田园无人耕种 全部的精力 都用来抵御外敌 彼时秦国 全凭着一股血气 在咬牙硬撑 后来魏国渐渐衰落 秦国才有喘息的机会 宋初一见他恍然似有所悟 便继续说道 如今秦国活过来 必定是要图谋魏国 这就是国之存也 邻国有焉 国之亡也 邻国有焉 至于邻国有势 邻国得焉 邻国有势 邻国亡焉 就拿这次合奏来说吧 得势之间 天机变 天机 是在智者手中吧 赵一楼笑着 侧头亲了他一下 宋初一心跳一顿 看着他俊朗的笑容 摸了摸鼻子 真是好看 以后要双娃 可半点别像我 你就这么不待见自己 我倒是觉得你很好看 赵一楼望着他下榻穿衣 宋初一系着衣袋 扭头看他 好看啊 哪好看啊 不知道 我以前觉得母亲那样的 才是美人 可 他现在 依旧觉得长相柔美 风轻万种的女人 才算是美人 然而即便如此 在他心中 也没有任何一个 所谓的美人 能像宋初一这样 牵动人的心许 宋初一看他 不知该怎么说下去 哈哈一笑 你的意思我明白 我也这样认为 他眨了一下眼睛 去出大场 快起踏吧 今日未有朝会 但也不能偷懒 迎死今日 未曾召集朝会 正好便宜了他们 睡个懒觉 外面的雪 还在下 只是细细蜜蜜 不似昨日 额毛纷飞 先生 宋初一脚踏出门 正见宁压 迎面而来 宁压鼻头冻得微红 肤色颖白 越发显得娇嫩可爱 宋初一瞧着心情大好 先生 宫里来人了 何人 昭夫人也来了 还有另外一位夫人 卢已经请他们 去正堂喝茶了 后宫夫人 若无正经理由 不能像寻常女子一样 出来溜达 走吧 去瞧瞧 宋初一转而与宁压一起 去了正堂 祢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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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否